首先我必須要講 我在上其他兩次的節目 我都提到我論文這個論文門的事情 對林志堅不至於傷筋斗鼓 有傷 但是我覺得這個棒球門的事情 會非常嚴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光看桃園市 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的 候選人的反應就知道了 基本上論文門的事情 他們是沒講什麼 反而是臺北市的 鍾小平 王洪威 在不斷在吵 因為臺北市天龍國 臺北市全國大學命度最高的 唸過博碩士森的人也比較多 所以有感 桃園比較稀疏 所以大學也有 但是比較稀疏 沒有那麼有感 所以你看為什麼林涛 他在有關於這個林志堅論文的事情 他沒有談太多 他現在立馬跳出來 他說這個新竹棒球場包商有問題 就表示這個東西有梗 他本來是國民黨文傳會 國民黨會主委 現在要選桃園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論文的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寫過 但是看棒球 特別是在新竹 那個地方看棒球是什麼 年輕人 逐科的工程師 他們假日沒什麼地方去 就去看棒球 就你搞出來一個這樣的一個 花了十二億 花了六年 而且很多東西是很低級的錯誤 我們不要講什麼很專業的東西 你光是那個女廁所的門 竟然是女生在裡面被鎖住 他就被外面的人鎖住 他開不了門 這怎麼可怕 你說裡面關不了就算 你這門鎖在外面 別人把你鎖起來怎麼辦 你叫天天不利 叫地地不利 所以這是很低級的處 還有什麼樓梯的樓梯 那個什麼什麼螢光板 竟然是在樓梯裡面 不是在樓梯的外圍 我們應該看的下樓比較方便 是在樓梯裡面看不到 如果這個什麼生鏽的扶手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要講 這超乎我們一般人的正常的判斷 如果是一個公共的建築 他要被啟用 除了說剛講的要驗收之外 最基本的之外 這些東西是應該要起碼要趕快 不可能出現這些問題 你看那個座位也是破很多洞 這個難道你在尋場的時候看不到嗎 他不是說球場裡面 哪一個什麼比較專業的東西 一般觀眾無法接觸到的事情 可能只有球員才接觸得到 但是一般觀眾都接觸不到 所以他才會有直接感受 我覺得說這件事情 第一個你說當然對這個 可以說對沈慧紅來講 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是副市長 這工程是六年嘛 林志堅你沒辦法拖身 因為他是你任內的工程 那你沈慧紅是副市長 你現在要選市長 當然就很麻煩了 那你說會不會影響其他地方 我相信這個東西 當然對鄭文燦來講就壓力很大 因為如果你桃園沒選上 影響到了新竹市 會不會影響到新北 台北我覺得比較有距離 應該是不至於 但是會影響到新北 就很麻煩 如果到最後全部選輸 都是因為林志堅害的 那造成的 那鄭文燦是最後 背後的最大推手 未來鄭文燦的政治前途 會不會也賠進去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對鄭文燦現在變成很焦慮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當然想做連結 但是連結連結起不起來 我覺得還要再看 因為陳時中他本身的個人的 這個形象就很明顯 對 那我們知道新北 當然這個林家龍 他現在也是跟侯友宜作對廝殺 所以他們當然現在要跟桃園 變成要切割 但是本來就是說 打的是一個北北桃基 是一盤棋 是 現在變成說 好像要跟林志堅 至少暫時切割 那這個就變成說 原本的一盤棋的 這樣一個做法 就面臨改變了 那變成林志堅 就變成孤單單的 因此當然你看這次還有就是蔡其昌 蔡其昌他是棒球協會理事長 他要選台中市 他這次也變成 也等於因為這個桃園的 這個也因為新竹棒球場 他也受牽連 可是我覺得蔡其昌 他第一時間 他就直接出來講說 那一定要停賽 因為要完全保護球員 球員的安全是最重要 我意思是說 他以一個中職會長的角度 他做的這件事情一定是 因為對球迷來講 球員是最重要的 球迷會覺得是 你不要傷了我任何一個球員 球迷一定是這樣的一個心情 所以我覺得蔡其昌 某種某種程度 那他做了像這樣一些 可是其他地方的人 我說實話 你說其他地方人要做什麼 陳志堂一定會覺得關我什麼事 那你要問我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關我什麼事啊 對那但是你看 因為球迷的確把球員當明星在看 對他受傷 他們球迷可能覺得 比他自己受傷還痛 所以那個反射會出來 那你所以很多 我剛剛有人在邦尼這間辯護說 已經打過二軍隊打過啦 已經打沒問題啦 或者有人說 這是魏全龍在這個負責經營 因為新竹市政府 有跟魏全龍簽約嘛 可是問題是 他們的這個都很難甩鍋啦 為什麼因為你雖然你說 二軍打過 但是跟這個一軍出來打 可能也是不一樣 或者當時大家可能沒有那麼在意 另外就是說魏全龍 基本上是應該是說 你都已經這個工程都完成了 驗收完了 我來後面經營 管理 而不是他去負責裡面的修塞 新竹市政府怎麼樣都難辭其咎啦 對 那個難辭其咎啦 我是覺得這個 在臨時期當然就是一間扛啦 因為他也知道這個無法甩鍋 是 他只能一間扛 那接下來就只能說 祈求這個民進黨請全黨之力 讓這個報酬場盡快的浴火鳳凰 然後再辦一次 大家覺得真的是跟過去有很大差別 可能可以挽回 但是我不曉得可不可以等到那一天 還有那一天是什麼時候 如果是選錢的時候 對林志堅到了有多少幫助 因為既定義上已經不斷在累積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不建議再選錢再打一次 為什麼這麼講 我現在慢慢佩服柯文哲 真的是有智慧的人 巨蛋因為搞不起來 乾脆我就不搞 因為你搞起來之後 反而會產生更多問題 所以林志堅這個事情 柯文哲這件事情 他就很輕描淡血 但是酸味也十足 對對對 他就直接說誰幹了誰負責 當然誰幹了誰負責 他很清楚 他說我巨蛋就雖然沒弄好 所以我不打 對所以我就不打 也打不了 現在怎麼打 對他很聰明 他就把這個青毛帶也帶過 可是我想說林志堅傷在哪裡 現在北北桃 基隆線不要講 就是北北桃的三個地方 甚至現在把新竹都新竹市都抓進來了 這四個城市一定綁在一起 那因為現在臺北市怎麼打 臺北市的藍營 因為像柯瑜他們為什麼焦慮 他們很想幫蔣萬安 可是蔣萬就沒梗 那可是你打陳時中 你就等於幫他天才火 他有金句護身 你知道嗎 你不管講什麼 類似三軍對我類似羅伊軍 你就傻眼了 他很多金句 所以乾脆不打 那可是那個新北你也不要打 新北林家隆跟侯友宇兩個人 一冷一熱 那剛好變冷熱兵了 我跟你講你也很難打 就唯獨桃園 所以我一直怎麼講跨區作戰 跨區作戰隔三打牛 現在變成新北臺北 甚至桃園的議員 會針對這個新竹棒球場的問題 全部都來打 因為打了就有知名度 打了就有能見度 打了就有新聞 那選舉最怕就是沒新聞 你選擇沒新聞怎麼辦 那我不能打陳時中 那我侯友宜跟林家隆戰爭 我就接不進去 我乾脆就來打林志堅 反正也沒有很遠 對不對 打贏了賺到 打錯了 說句實話 又不是我的選區 所以說現在變成這樣 最可怕的是他引起了桃園 在地藍營議員的炮火 這是最可怕的 之前論文沒有 沒有人在打 可是現在這個棒球場的問題 真的引起了 所以要看如何滅火 如果再打一場球來滅火 我告訴你 滅不了火 不會吵更大 林志堅在記者會上 引用這個五月天的倔強 愛我的人別緊張 我的固執很善良 我是不會唱啦 大家不要期待 還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林志堅他看起來是不緊張 大家不要為我煩惱 但是問題是大家真的是 有點擔心這件事情的延燒 因為其實我們也知道說整個北北姬桃竹 在這次選戰中最關鍵的 絕對都是中間年輕選民 每次選舉都是這樣 所以論文的事件 當然影響的是這些比較高學歷 年輕的這些選民的態度 棒球是不分年齡 不分老幼的 這是全台灣大家都喜歡的一個運動 那所以大家 他的影響當然就是更大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剛剛我想大家也都很認同 就是說除了論文的事情之外 放球場的這件事情的傷害是最大 那回到論文的事情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說 林志堅開了兩次記者會 都沒有辦法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